為何日本拉麵、壽司店都愛來台灣 原因有四個 近年台灣餐飲市場百花齊放 甚至成為日本餐飲業的兵家必爭之替 你想得到的好吃品牌 都從日本跨海來台灣 想吃拉麵 有那一來拉麵 粉絲百對上百個小時也不累 想吃壽司 更有日本最大的回轉壽司品牌 壽司狼 今年要進軍台灣囉 有四個理由 勞掌日本餐飲業愛上台灣 寿司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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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日本料理圈成長放緩 壽司業的經營壓力變重 因此要放眼海外拓展市場 日本人口在2010年 達到1.28億人的高峰之後 就反轉上下 每年人口數越來越少 餐飲市場的規模只會縮小 台灣人喜歡日本 台灣人喜歡日本 這些日本餐飲 正對哈日族的胃口 他們來台灣很受歡迎 華人口味和日本相近 日本拉麵業希望借由來台發展 開疆僻土 進而拿下整個大中華市場 這些原因助長了台灣的日系餐飲品牌 非常熱鬧